這個就是今日的訊息 為主的緣故 因為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我們愛主的時候 我們的時間很寶貴 我們能夠給神使用 這個就是對主的愛 也都是為自己 因為我們怎樣用我們的生命 就是我們將來得到的果子 就是我們的生命就是我們付出多少 我們就得到多少 大家看圖好像 有些時候看好像很久 到老人家那樣好像很久 好像那個時間 還有很長的時間 但是不知不覺 尤其當我們一開始做工的人 如果大家有做工、上班 做了大人之後 小孩子的時候 小學時間好像是慢些 但一做大人 就快些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樣說 好像小學很多年才讀完的 中學快很多的 然後再其他的進步 其實真的做工 一、二十年、三十年 很快就過去了 所以這個訊息就是鼓勵大家 珍惜我們的生命 我們今天的經文一起讀 儀福所說五章十五到十八節 五章十五到十八節 你們要謹慎行事 不要作妄梅人 當像智慧人 要愛惜放陰 因為念禁的世代邪惡 不要作苦道人 要明白主的只言如何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篠蕩 乃要被圣灵充满 在这一阵我首先简单解释一下 一会儿我们再详细每一节看 首先讲到谨慎行事 我们去明白圣经有几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看相反词 相反 你都由正面和反面去想到神的属性 谨慎的相反是什么 不谨慎 随意 随便 有很多人很随意的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很多人说这样就开心 但有时就会发觉很随意 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还有会发觉人际关系会有问题 有时一下子发脾气可以有很大的问题 有时随意的仇也浪费很多时间 我们要谨慎 小心我们的生命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这个是对比 不像愚昧人 人都有愚蠢的时候 我自己有愚蠢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有愚蠢的时候 做错一些决定 说错一些东西 跟人相处有做错的地方 或者我们有些事情处理的时候 是处理错的 有时我想起也很后悔 但我们又不是停留在内疚 然后我马上就说神帮我以后 不要再做愚蠢人了 但有些人最糟的就是 后知后觉 或者不知不觉 始终不知道自己的愚昧 始终一直被他的愚昧控制 所以我希望大家先知先觉 即是很快知道 我有地方是愚昧的 我就快快处理 我们就不要等到那些问题更加严重的时候 而是一个智慧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神的属性是什么呢 神的属性就是谨慎 他做什么都是最完美的 神也是智慧的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充满智慧 他是没有任何一样甩漏的 这是我感谢神的 神是完全没有甩漏的 我们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就是时间是非常宝贵 那么时间 神也是很珍惜时间 神现在那些时间是很能够的 即是有时我们就一下子一个机会 譬如我自己想回我信主的时候 就是一个机会 就有一个基督徒的老师 我自己不是我的学校的 而在那个情况很特别的情况 是因为他什么呢 回来要去洗手间 他本来整班人去行山的 我们去一个宿营 我自己就辞了起床 我去一个宿营 他就一起去行山 全部都去了 他因为要去洗手间 就早回来 我早回一阵 向我前方 就是这个神的时间 是很忌忌变的 所以神呢 他是很爱惜很珍惜 和编排时间 是编排得极度的准确 他编排得最好的 但是人呢 就不能脱漏 但如果我们跟到神的时间 就最好了 就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因为神是掌管时间的 因为世代邪恶 这个世界很容易被吸引 很容易被影响 17节 不要做胡同人 要明白主的指以如何 胡同人的商法是什么 聪明的 聪明的 智慧的人 就是说人很容易会糊涂 糊涂呢 就是什么呢 糊涂呢 但是和愚昧有点不同 糊涂人都是愚昧 愚昧人都是糊涂的 但是呢 愚昧呢 就只是蠢做错决定 糊涂呢 就是这些糊涂 就是随意乱来 那么呢 一个糊涂人呢 就是说 他做一个生命 我喜欢这个人 我就跟他结婚 没有想到的后果 我喜欢跟他离婚 我就离婚 我发脾气 我生气 我就会发脾气 就是一个很随意的人 但是呢 一个随意的人的生命 就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 有缘和糊涂 反而明白主的旨意 神的属性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一个最好的旨意 一个最好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超越一切 所有的人的计划 都不及他的 譬如我们香港 特别的行政区 又弄那些桥啊 弄那些地铁啊 我们都常常 收拾听到 哎呦又延迟了 就是计划不能够完成了 又说那些铁枝 又断了 短了很多 不知为何短了那么多 那就是他人的计划 是实现不了的 那当然 就是人都是做到很多 不过呢 的而且是有很多脱漏的 那我们感谢神 神的旨意 是最好的 有一个把握 我们有一个把握 那我们可以走到神的路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听了神的话 我们就走到神的路 我们完全听神的话 每一步听神的话 那这个很好啊 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说 哎呦我怕 那些铁枝的对象是什么呢 是谁呢 我的生命好不好呢 我将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会有很多事情担心 但是呢 如果走到神的旨意 就不用担心 他一定会搞定 一定会处理的 由十八节 不要聚走 走能使人放肚 那要被圣灵充满 那要讲到两种生活方式 一种呢 就是任性的生活方式 一种呢 就是被神带领的方式 那任性的生活方式呢 就是使人放肚 是随意的 那另一个方式 就是被圣灵充满 就是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 以至呢 神能够更生改变我们 那圣灵充满看到神的什么属性呢 就是他本身是很圣热 很光明 很有能力改变人的生命 而且他很乐意充满人 很乐意改变人 很乐意赐能力给人的 就是 其实任何经文 我们都可以在里面 找到神的属性 知道神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的神呢 他做事是謹慎的 他是一定没有做错的 他是永远不会愚蠢的 他一定是智慧 他做的每一样的行动 都是最智慧的决定 他会珍惜时间 而且他的时间是突突陷的 刚刚在这一阵 他就会做一些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 祝福我们 在这个邪恶世代 神仍然是掌管一切 他永远都不会糊涂 他有一个最美好的旨意 这个旨意是给个人的 你不要说 人家有份 我没有份 你和自己说 一起宣告 神在我生命中 有一个奇谣计划 神在我生命中 有一个奇谣计划 神在我生命中 一定有份 我听神说 就能入到这个计划 神有一个好好的计划 神有一个好计划 而这个计划 是个人一定成功的 这跟世人不同 世人什么人成功呢 要救聰明 要救资源 或者是土人欢喜 要有些特别的质素 就算这些质素 一样可以失败 但是在神里面 就不算 无论我们的智商有多高 有多低 无论我们人际关系 我们当然最好学到更好 但是就算你是软弱的 神都有一个奇妙计划 去祝福我们生命 因为神呢 神的同在永远 是最美善的 他是很乐意充满人 很乐意祝福人 所以希望大家都 看到神的属性会欢喜神 首先第一点 就是时间是飞逝的 时间是很快很快 真的快到不得了的 这些是一些照片 这些照片呢 让我年轻 他也不是算很老的 不过你很明显看得到 即是 小小的样子 到大的样子 是不同的 这有另外一个 你看那个眼 那个年轻时的眼 是跟他有类似 不过也都很明显有分别 一望来呢 就知道是有分别的 即是身形都很大的分别 另外呢 左边三幅图 三个人的照片 三个只剩下两个 这个是在网上下载的 我都看了一轮 看看这个是中间是哪个呢 我看了应该是中间的 但是那样子呢 是很大分别 真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 那都不算很大分别 都不算很大分别 都不算很大分别 那些肉都丟了 那些肉都丟了 那另外三个小朋友 变了三个 都是年轻 就是 这个小朋友 小时候 这个是全世界的美人之一 伊莉莎白太郎 他当他小的时候 真的都是很美 又当他在最 就是他 年轻的时候 就是最美的时候 但是呢 到他老了 真是一样 个个没得走 我刚刚有一幅照片 就有人传给我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Top Gun Tom Cruise 因为我全部都是记英文名 我不记得 Tom Cruise 他那套戏 是做飞机师的 那些战斗飞机的 那他有个女朋友 那女朋友呢 他样子真的很醒目 然后呢 32年之后 整个又肥又腰肿 真的整个都不同了 那我就没有把那个照片摆出来 就是这个呢 就是看得到 人真的很大改变 这个呢 就是Charles Bronson 那也是 年轻的时候 这个就是中年的时候 由他年老的时候 就是人真的过得很快 这个是我自己的 由最小的时候 这个呢 这是我在预科的时候 这个呢 这是1977年 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 那我看得到已经离世了 那这个呢 这个呢 是我回到香港 在香港 涉逢的时候 这个呢 这是这几年的时候 拍的照 就是 那都是 就是我知道 时间是一路过去的 那有些人 曾经有人见过 我那些头发那些照片 他说这个不是你 是你 弟弟 我以前是很多头发的 就是呢 原来人的时间 真的会过去 我们捉不住的 是吧 就是我们应该珍惜 就是应该珍惜我们有的时间 因为时间是免费的 其实我们有几种东西是免费的 空气是免费的 是不是 空气是免费 不用付钱的 因为给钱呢 就不是给钱的 而是呢 人要处理的 是需要钱的 但是时间是真的 不用付钱的 你是一路有时间 不过时间是有限的 不过很多人就觉得 还有大把时间 所以就随时将时间 就放入垃圾桶的 那我们就看到 原来人就是会 很容易呢 就是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而不自觉 那我们现在看 有一个经文 在里面发掘神的属性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一起再读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再迷人 当作智慧 那这个 黄诗底的就是 神的属性一起读 神是谨慎的 神是智慧的 神愿慈人智慧 就是神做事是很谨慎 很小心 他这样谨慎又不是拘束 而是他会真是帮到人的 神是很小心 谨慎他不会做错事的 那这件事很好 为什么呢 我们会做错事 但是神永远不会做错事 于是我们可以 凡事都一定信靠他 倚靠他 他一定会带我们走 对的路 那有时候 我明明求了神 但是结果那件事 都是有困难 但我算有困难 其实最终对我们有益处 只要我们跟从神 最终那件事 都是对我们有益处 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决定 我们也有求神 但是结果是不好 但是这个过程 我们都会学习到 很多是神给我们提升的一个部分 那神又智慧 他又很愿意给我们智慧 所以我们 既然神愿意给智慧 我们就去学习 去领受神的智慧 中间这里就是人不好的地方 你不要读我读 就是不小心珍惜保管 就是说我们有的一切 不懂得保管 很多人是不会保管他有的东西 他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白白来 他说时间我们不会保管 我们有的财富 我们有的财富 我们有的机会 我们的恩赐 我们仍然年轻 这些一切 其实是要保管的 不保管就会过去 一方面就是如何使用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都要保持健康 因为我看到他吃的也是 腸仔 如果他知道 大家可能 你说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也不会避 其实很多人都说 凡是人工处理的食物 都是有致癌的因素 但我看到他吃的是什么 腸仔 烧鸡翼 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物 健康的是他反而不喜欢 就是不懂得珍惜保管 其实我们有一切 我们珍惜保管 还有魯莽随意 就是这个相反 就是謹慎的相反 魯莽很冲动的 很随意任意的 还有做错决定 也都 就是他不会介意 还有做错决定 他也是继续做错决定的 还有也不会思想 不会分辨 我有没有做错呢 大家有没有这种习惯 我有没有做错 我下一次会怎样做呢 我怎样可以提升呢 但很多人是不会思想去分辨的 好了 那下面应该做什么一起读 珍惜我朋友的一切 謹慎行事 处理愿会 建立智慧 很多人看到这些 就觉得 做人是这样 很小心 謹慎 整天都要 整天都要 战战兢兢 但是我又不觉得 要很战兢 很多事情 我们会正常 例如 你走路 看到坑是否会避开 如果看到有些人是愚蠢的 说话是伤害人的 他说的话 我们就要处理 不需要给他 但是我们不是避 这个人 祝福他 但是我们不给他 这是应该做的 但有很多人 就会觉得这样做人 很辛苦 譬如不健康的食物 我看到 我已经教育了自己 我一看到 我已经不想吃了 我知道不是很多人像我那样 我吃东西是用我脑来吃的 我会说这东西是健康的 我就会喜欢吃的 譬如刚刚 我和家人去吃沙律 我吃过橄榄 但有家人不喜欢吃 因为橄榄味不好 但我已经很久之前 我知道橄榄是好的 我就会选择吃 我觉得他喜欢吃的 即是说原来这件事 就是我们教育自己 因为我觉得有的东西 神做橄榄 一定有他的好的地方 我就会珍惜了 亦都珍惜我现在有的一切 我有的太太 她如何对我好 我是珍惜的 我是去 即是说对她 建立她 让她和我一起 是开心快乐 而我们一起 我们不是只是开心快乐 我们有很多决定 一起讨论如何做 如何寻求神的心意 如何处理一些事 如何处理一些人 我们都会讨论 以至我们的智慧 是否浪费了 这个就是我珍惜有的一切 我都珍惜你们每一个 我很开心有你们 真的 我很感谢神 你们和我一起配合 来侍奉主 去给神使用 我又得益 你们又得益 我又珍惜你们 我都希望互相珍惜 我们都小心行事 有什么愚昧 为什么我特别 在这方面很蠢 处理时间 总是浪费时间 特别蠢 那我就需要处理了 有些什么有问题 我们就处理了 还有建立智慧 智慧是什么呢 如果简单说 就是在适当的时候 讲适当的说话 做适当的东西 在适当的时候 或者合神心意的东西 在适当的时候 做合神心意的东西 讲合神心意的说话 这个就是智慧 就是懂得应对某一个情况 我能够做智慧 合乎神的心意 但是有很多人 一生人 都是会 常常说话 冲动做错事 这样的时候 他永远停留在这个愚昧 没有处理到 我求主帮助我们 留意我们 有什么地方是愚昧的 我们就去挑逆 以至 我们越来越学到智慧了 有些人 很大年纪 他都是除以发脾气 他不知道那是愚昧 他总是觉得他对的 因为他没有学到这个智慧 但是有些人二十多岁 已经学到 这些说话 不应该说的 我应该说造就的说话 应该安慰人 令人觉得被造就 这个就是智慧 有些人很年轻 已经懂得珍惜时间 我很感谢神 神给我 年轻的时候 已经有这个 珍惜时间的心 我小时候 已经 如果我浪费时间 我是很内疚 神给我这个心 例如做一件事 原来那件事是浪费时间 我下一次就不做了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已经练 练练 练练 掌上眼 坐上 打沙包 用啞鈴 锻炼 锻炼 锻炼我身体 在运动的时候 我都 如何建立我自己身体 我学英文的时候 我都会留心去读 那我去到外国的时候 也都学习 当地的口音 如何说得更加好 我学普通话 都是尽量去模仿 尽量去说得更加准确 就是每一件事 我都去珍惜 圣灵充满 如何运作 我都是珍惜的 就是说每一件事 我都学习 譬如彈琴 我如何彈得更加好 不只是彈好给人听 而是如何带领人 进入神的动作 如何在令敬拜 我带领那些人 真的看到神的美事 以至那些人喜欢神 就是说 神赐给我 就是我珍惜有的时间 还有我有的恩赐和财劳 任何的机会 我就学习 将那样提升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好没有 不要做愚昧人 不要浪费时间 有些人真的 他每天怎样回家 就摊 摊在那裡 因为他又累了 很多因素 哎呀 很辛苦了 我真的摊 这个没问题 你累真的应该摊 不过他每天都是摊在那裡 我跟着我开电视看 看一看一看一看 看一看一看 那些时间就飞过去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珍惜我们有的 亦都珍惜我们自己健康 那我说一件事 给大家 就是这个 其中一样的 就是 就是 小小的家插 那我在 当我认识某些人 认识一些健康食物 就解释给我们听 就是说 例如菜和生果 当它生的时候 它有一种质素 就是英文叫做 catalyst 或者是一种 enzyme 就是 中文也叫煤 不过煤很多人听到 不知道是什么 烤素 烤素 原来烤素 是令到人有能量的 你消化有能量 你身体运作有能量 那有些人 他经常都说 哎呀很累啊 集中不了啊 哎呀没有心机啊 没有力量啊 因为他身体缺乏这些的 营养素 那所以我自己是留意 我会吃的食物 是对我 是有健康的 是我需要的烤素 让我身体能够有健康 有体力 那这个都是我们 就是其中一样东西 珍惜有我们一起 好了 下一节 一起读一下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就是说呢 珍惜时间 因为这个世界邪恶 那神的属性 一起读一下 神爱惜光阴 神善用光阴去建立人 神赐爱光阴的心 所以神自己爱惜光阴 虽然神有无限量的时间 神真的有无限量的时间 神跟我们 我们几十年就老了 就会离世了 但是神是有永恆的时间 但是他依然是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他任何的时间 他做人身上都是做好事的 都是计划好的 他不会随意做 他不会试一下试一下 看什么方法 他是已经计划好了 已经想定了 怎么做法 然后他做得最好 他一创造 做出来就是最完美的 因为神里面 他已经有这个能力 他知道如何是完美的 那么他就一做 做出来就是最完美的 他能够在适当的时候 做了应该做的事 那么神又善用光阴去建立人 就是这些时间 他懂得善用 有的机会来建立我们 然后神也都赐给人 有爱光阴的心 通常信耶稣的人 都会爱时间多些 通常 不过不是个个都是 也都有很多基督徒 是浪费了时间 做什么呢 我好烦 我好闷 哎呦 不知道做什么 不知道做什么 因为手机是其中一件事 令到很多人沉迷了 用了很多时间都不知道 一路去看看 看手机 原来里面就一路 就是很多时间 就是这么浪费了手机 而很多人发的信息 是无聊信息来的 就是说来说去 都是差不多类似的东西 我真的会对某些人说 我说呢 我请你呢 就不要发这些早安 晚安 新年快乐 就是我会告诉他 有些什么我帮得你 我很乐意帮 但是如果我个人呢 如果我在所有 我的名单 每个都早安 晚安 新年快乐 我真的每一个 就是用的时间 会用很多 所以我坦白和他说 包括牧师 真的 有些我宣教牧师 他们都是习惯了 又早安 又晚安 你好吗 你的太太好吗 你教他好吗 我说 fine fine 但是我看到他 重复都是同样的信息的时候 我就说不如 有些什么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讨论 但是呢 我都不想 因为如果我个个人都是这样 收的时候 我都用很多时间 这个就是我珍惜 有的时间 但我珍惜人 但我不会随意 或者说 整天用时间去慢慢看 所以有很多信息 一杂的那些 根本我看都不会看 因为 根本 我觉得 看了真的太浪费时间 好了 有些错误的看法是什么呢 不觉得时间保费 他只是说 大把时间 我还有很多日子 不紧要 不用太紧张 没有目标 因为他没有目标 那时间就没有用 你没有目标 自然就浪费了 他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就是做一些 没有用的 对自己也没有用 对人也没有用的东西 看电视 看手机 做一些无聊的东西 或者在发呆 有些人 为什么呢 因为心情不好 很烦 于是发呆 发呆 发呆了很久 还有就是反复撕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反复撕了神的话 就好 真是坏 真是坏 每天这样想 真是很没有意义的 亦都走懒 随意 就是走懒 他人又整天好像在没有工作 又随意做他自己做的事 而商法是什么 一起读 短力时间 有人生目标 计划 善用时间 处理 懒力心 为什么我写长话短的时间 有些人就说 我一个下午我要珍惜 但是短的时间 很简单 你坐升降机那一会儿 你等升降机那一会儿 你等车那一会儿 这些时间加起来都很多 很多人不觉得这些是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时间 你等车和坐车的时间 其实 很多人就坐在那里 有什么好事做 一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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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些时间 我们可以用来祈祷 思想圣经 可以有些事情想想 我如何处理 可以读圣经 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在这些短的时间 我习惯 但在这些时间我都说爱慕神 因为那些时间有时候很短的 那你一路等车的时候 事实上是其他事情比较难做 那就是一样最简单 就是爱慕神 感谢神 跟神有密切关系 还有有目标 自然时间就会用得好 如果没有目标 又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有些人说我没有目标 善天说每个人都有目标 为什么 因为神有个计划 有些人说我目标不是做传道 善天说的目标不是只给传道 是每个基督徒都发挥生命 活着神的爱 和神有密切关系 能够祝福人 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计划 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有计划 不只是传道人有计划 有些人说我想在世界有计划 这个没问题 你想说我做功 例如我能够做得更好 这个没问题 不过你想做到这些 一定有神的祝福 并且是神同在 你一做的时候 都同时要祝福你周围的人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就是说我任何做的东西 我们都不是和神分开的 和神有关的 计划 善用时间 时间是要计划的 很简单 你有一天放假 明天放假 那你会怎样做呢 有些人会睡得很晚 这个没问题的 如果你一天都不够睡 那你应该睡得更晚 不过有些人睡醒就磨床了 磨床是很浪费时间的东西 你可以磨在这里很久 但其实你已经睡够了 但为什么会磨床呢 今天放假就磨床了 这个是不知不觉地 是因为没有目标的研究 即是没有计划 那我们计划一下明天你会做什么 那有没有计划呢 那有些人真的没有计划过 那我说 煮饭吃饭 要去买东西就买东西 就是会这样的 那我希望大家 你会计划你的时间 我怎么样能够发挥我生命 珍惜我生命 能够我整个生命提升呢 以及处理闲懒的心 因为闲懒是来自个心的 那心经常说 唉 没有东西做啊 唉 不知道做什么啊 唉 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啊 或者那种 心里面的怨恨 都是要处理的 心里面很多不开心啊 很多烦恼 这些都是要处理的 即是当我们爱惜光阴 原来是需要处理我们的人生的目标 以至我们走到一条路是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不是只是猛地做事 那我猛地做事 你做事可以做很多事 但未必有目的的 我都讲同一样东西 事奉不是一定每个人事奉 是做有意义的事奉 那我讲例子 那有些人会怎么样呢 例子 譬如有个教堂 每天都欢迎回来帮忙 我每天都回来帮忙 那做些什么呢 可能呢 走来看看有什么要做 那些都是好的 那他就收拾在这里 那些是非常好的 不过 如果他经常做的就是 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做 没有什么要做 就坐在那里 有啊 那我去收拾一下 然后又坐在那里 又不知道做什么 都呆呆地坐在那里 他虽然回去教堂 他不代表他是善用的时间 即是说 我们基督徒最善用的 是否只是说 执头执尾 还是跟大事没有关 执头执尾是重要的 不过 我们是否只是做这些事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 神给我们的目标 我们如何祝福人 我们如何预备好自己提升 我的目标 是全民皆兵 你都成为基督的精兵 那有些人立刻说 我不合格 神不会这样说的 不要紧要的 你有很多问题 不要紧要 神会帮你 神会提升你 只要你给神帮助就可以了 但我们预备好自己 活着神的爱中 处理生命 和神有亲密关系 都学习怎么帮人 那你 就算你不是回来接受辅导 你可以 两点半回来 和我们一起 去看我如何辅导人 然后明天 也可以五点钟回来 去学习 明天无下 对不起 下个星期一 每逢星期一 除了公佣假期 那接下来有两次假期 一次是端午节 然后呢 7月2号 就是这个回归人之后 OK 原来爱之光 我们要珍惜很多东西 好了 不要做糊涂人 一起读一下 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言如何 神的属性是什么 神是智慧的 神完全没有糊涂 神有最奇妙旨言 神就是智慧的 祂完全是智慧 祂没有那么多糊涂 虽然祂很连长 祂是无限量的 年龄很大 但是祂不会因为连长 而祂是糊涂 祂永远都是精明的 神有最奇妙的旨言 祂是 那个计划是最完美的 神是 其实这个星球的转动 所有我们身体的运作 全部都是最精密的计划 这是神奇妙的地方 好了 这里是错误的地方 对智慧没有兴趣 不知道自己糊涂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自己糊涂 他一世人乱来 他就 现在年轻人很多人 整天都要打机 你一叫他不要打机 他就发脾气 他就扔东西 他就躲在一个房间 三人门不出来 他以为这个是处理方法 但其实他是怎样 他不懂得处理他的生命 他整个生命是糊涂 是随意的 而他不知道是有问题 他对于智慧没有兴趣 他不想学更加有智慧 我希望大家都想学 有智慧成为基督的精兵 最惨的是智慧聪明 我还以为自己聪明 我自己对 他不知道自己错 还有轻看神的旨意 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 我预备那个配偶 很偶豆的 不够帅子 我自己选那个帅子 其实神那才是最好 因为神是超越一切人 他跟自己的心意 他不是跟神的心意 跟自己的心意 结果人的心意 其实人的心是什么呢 我想得到钱 我想得到爱护 我想拥有什么 想自己能够做到我想要做的事 但这些很多时候是一些人计划的事 本身人计划的事 很多时候是会错误的 所以一定需要神的带力 是不是人本身就算基督徒都会 有时计划的事都会想错的 其实我之前有几个教会师傅 我发现有些教会开会是吵架的 是有意见不合 但他会吵架的 他会吵对方 而不是大家沟通 我觉得有个原因 我们要跟从这个A计划 另外一个 我觉得有个原因 跟从B计划 那我们怎样A计划 B计划 怎样配合呢 他不是这样想的 而是B计划是错的 你有没有搞错 怎样会B计划 B计划是有罵A计划 那一个 原来他里面 他不知道 他指挥聪明 即是彼佛徒都可以很愚昧 好了 下面我们一起读了 学习神的智慧 学习神的智慧 处理任何糊涂 尋求神的智慧 尋求神的智慧 行出神的智慧 就是学习神的智慧 圣经有很多神的智慧 而且神会带我们的 我们越熟悉圣经 越走神的路 神就会教我们 怎样做一个智慧的人 如何处理生命 还有任何糊涂 我们反省有什么地方是糊涂的 求主帮我们反省 尋求神的智慧 只要你真心尋求 神提醒我们 神一定会指示更多 神是很乐意指示的 很简单 有些人说 我听不到神的声音 怎样算呢 但神其实会提我们 例如我们犯罪 他会提我们不要犯罪 我们留意这件事 就已经是进入神的智慧 一步一步 神就会提我们 如何关心人 我们遵从 又会走到神的路 看圣经的时候 神就会提我们 神的话语很甘甜 我们看的时候 神就会改变我们 总之我们听他的话 他就一步一步指示 但我们不看他的说话 也就是看电视剧 看手机 我们就不会收到神的智慧 尋求神的智慧 走出来 尋求都会用我来走出来 才能够明白神的智慧 十八字一起读 不要醉走 走人只能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就是一个放任的生活 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 神的属性一起读 zwischen教会说 星灵强秘给的同在是 Vlog. 圣灵充满人 圣灵乐而使用人 圣灵的同在是很係善的 有很多人對於這方面不太明白 就是覺得聖年充滿 只是人們會跌倒 會大叫大哭 這是其中一個表現 因為有很多人不明白這件事 他們就誤解 其實為什麼會大哭 因為他的憂傷聖年釋放 將他的憂傷釋放出來 會大喊有時就是他的憂傷 他的重擔 有時神感動他 於是他很激動 但是當你已經在神的同在處理生命 就不會有這麼強烈的反應 而且有些人就以為 越大反應就是越聖年充滿 他搞錯了張顯等於聖年充滿 不是一定的 不是一定越大喊那個就是聖年充滿 但因為有些聚會他是鼓勵人 所以就被人錯覺 以為他大喊大喊 他就更加熟靈或者聖年充滿 於是有些人就批評 其實不是一定的 聖年充滿可以很安靜 亦都可以向神大喊都可以 不過他不用整天大喊 有些不適合的時候就不會大喊 所以這個就是處理我們有的智慧 那些人明明不接受 還在大喊 他就覺得 譬如我曾經認識一個基督徒 他就說我很想幫我女兒認識聖年充滿 我就給他一些影鏡看 那些人又跌倒 又在喊 又哭 又趕邪靈 他女兒在那裡很害怕 哇 你給他看 你覺得適合嗎 你覺得他看完會很接受嗎 即是 他很喜歡 他看這張片很喜歡 但女兒看得很恐怖 反而她的生命表現出愛心寬心 她的平安 她的智慧 她的女兒看到 你這麼大的改變 怎麼來呢 這樣反而是我們改變人的 所以我們分辨 就是說 聖年充滿 不是等於那些彰顯 雖然會有彰顯 但這個彰顯 絕對可以處理 可以慢慢 越來越 即是外面的彰顯 不用強力 只是裡面 裡面有神的同在 是美善的 改變人 是充滿愛 充滿憐憫 以及智慧去分辨聖經 聖年很喜歡充滿我們的 不用 好像說 很難很難 不難的 其實你想有神的智慧 你想有神的智慧 我們看這個 想要善用時間 是可以的 我們是可以跟到神的路 還有 他樂意使用你 你不要說 我不合資格 我不行的 神不會這樣說 神說 我很想幫你 我一定會幫到你的 好了 人會做錯什麼呢 人會做錯的 就是會抗拒成年充滿的 現在很多人抗拒 並且他們委訪 這個真的是 我自己的阿神 給我智慧 如何跟他們說 以至他們 他們又 按照他的良心 他們真的覺得很不對 因為他們只看到現象 看到人們哭 叫 撈你 他們就覺得這是錯的 這是不對的 我又覺得 太少人去解釋這件事 以至他 有這張的時候 他不會解釋 以至有些人抗拒 或者某些原因抗拒 這個我覺得 在溝通上 我都求神去幫助 因為已經發生了這麼多事 令到很多人很抗拒成年 還有很多人也少親近神 所以不會來衝滿 他任意行事 因為神很能使人放蕩 他任意行事 放蕩任性的時候 他自然的生命就很隨意了 我們都想一下自己說 很多人都說 我想成年充滿 我想走神的路 我想去治維 但如果我們任意而行 我們走不了這條路 我們需要刻意 叫我的心意順服 我自己都說很多次 明明有些事我想說的 衝動想說的 然後我想一想 不要說 沒有益處 不幫到人 我就會叫我自己項服 不用一定要爭取 不用爭取每一件事公平 神會公平待我們 有些事是不能公平的 我們就接受 心裏面就放下 我們就不受那個影響了 這個都是我自己 在我裡面 很多時候我會 怎樣處理我自己的內心 我看你都一起跟我溝通 我們大家都會溝通 怎樣處理我們的內心 下面一起讀 渴慕神和四年充滿 多親近神 讓神作主 防合放蕩 就是說渴慕神自己先 四年充滿其實就是神 很多人就把四年充滿和神 好像分開了 四年充滿就是神同在 因為他很感動人 所以人會哭 會有些強烈的彰顯 但是其實是神在做功 醫治他 又多親近神 被神作主 放下放蕩 任何地方放蕩的時候 我們都放下這些 牧師我想問 怎樣在 有時只是在教會 才做成力充滿 怎樣在家裡 或者在街上都做得到 這個是需要 第一 心裡面歡喜神 很喜歡神 喜歡到不得了 第二 就是和神有密切關係 建立到這種關係 在我們一起祈禱的時候 建立 投入 在祈禱的時候 投入祈禱 第一 做到我們的心靈 我自己曾經很長時間 操練怎樣的心靈愛武神 能夠即時經歷聖靈 是長時間的做 做慣了之後 我才能夠隨時 好像現在這樣做得到 以前我都不是馬上做得到 這是需要時間 亦都處理垃圾 這是需要學習 但你有心學習 一定學到的 亦都不要想著 馬上做得到 有時不是馬上做得到的 好了 時間可以捉住 你一聽到鐘 我們才開始聚會3點3 過了一個半小時 差不多 時間可不可以捉住 這一陣子 我一講現在 這個現在已經過了 一掛現在已經過了 所以時間是捉不到的 那你只能夠做什麼呢 智慧地或者愚蠢地用時間 你想一下 其實幾多人很愚蠢地用時間 有沒有 看手機 看電視 在那磨床 很長的時間 很愚蠢地用完時間 但亦都有人很智慧地用 小小的時間 他可以珍惜給神用 很多人 把時間放進去 就是 看電視 這是浪費時間的方法 發白任務 沉悶 很悶 為何會沉悶呢 因為他沒有意義 他沒有一些有意義做的事 沒有意義做的事 他就會看電視 看手機 一直滾一下 看有沒有人給信息 沒有人信口 沒有人傳 那我就傳給你 看看別人有些什麼 我就傳給你 大家製造機會浪費時間 或者上網 滾一下滾一下 一定有很多東西看 滾一下這個滾一下那樣 大多東西看 但是呢 是不是你需要的東西呢 或者 鵝床 分析床 遊戲機 無目標 這些都是 把時間丟在垃圾桶 你看這幾個圖都是 即是說那個人很沉悶 很悶 很不開心 或者玩手機 帶著兒子玩手機 好像覺得很開心 但是呢 其實他一生可以上了人 是很難搞的 人生沒有目標 還有就是經常看電視 原來一個人 當他八十歲 你算起來 算起來 睡了二十年 磨床 即磨床磨了兩三年 即磨床磨了兩三年 即你每天磨床 一陣 在大美神享受大戰,這是健康身心的 但有些人在那裡很不開心,在那裡躺躺躺躺躺躺 但他去遊玩,但時間是浪費了 吃飯吃了六年,換衣服換了五年 綁鞋帶我都五年,不過現在的鞋子很多都不用綁鞋帶 我現在的綁鞋帶鞋子都不綁了,就這樣一腳轉換去做 不過以前的人等人等了三年 打電話一年可能都不止,不過現在的人都少打電話 現在是Whatsapp,Whatsapp不知幾年了 原來那些時間不知不覺就用了在很多地方 所以我們就問一下自己,這些時間用在那些地方是否值得 就是你每天用一些時間,那些時間加起來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智慧計算時間的方式 假設當你一生人好似一天,早上七點起床,當是你出生 然後到十一點,晚上就當是八十歲 假設平均年來八十歲 我先讀這個經文,詩篇九十篇十二節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到智慧的心 這裡就是求神教我們怎樣數我們的日子 好叫我們有智慧的心 這裡有什麼神的屬性呢? 因為神是有智慧的,祂懂得計算時間 祂知道我們的時間,祂會預備好我們的生命 你聽話,祂就會預備好你的生命,讓你發揮整個生命 我自己也是,當我信住之後,神為我預備 有人為我說,你想去聖經大學,祂會為我安排 去到外國那裏讀,是神為我預備 我沒有這樣的,當時不是我預備,我沒有要求的 但是神是為我預備,這件事是預備我將來的事復 神一早早已經計劃完了 因為神有,懂得計時間 神有智慧的心 還有神會教人的 只要我們受教就會得到 神不是收了他的功夫,不給人的 中國人就當然了 留下一下就不教給徒弟 那個徒弟又留下一下,那些徒弟越來越差 神就不是,甚麼都教你,不過是你收了多少 好了,那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由七時,七點鐘開始 那你計出來,剛剛就是 十分鐘就是十歲 好了,那你計時間 你每天,七點鐘起床,檔檢節 到十二點是多少歲呢 二十五歲 你一天,你有甚麼做呢 你到十二點是不是已經好像過了 已經差不多半天了 二十五歲呢,你就差不多 即是去到中間了 已經去到中間了 那下午,下午怎樣呢 二十五歲開始了 那下午呢 到三點鐘就是四十歲了 三點鐘,你那天說 有些事情要做,到三點鐘已經 有些事情做不到的了 即是有時會就是這樣 即是已經時間不多了 到六點鐘就是五十五歲 五十五歲的時候 你已經去到六點了 六點鐘,你到晚上六點鐘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覺得 今天差不多完結了,是不是 好了,因為香港人退休 七十五,八十,就是一世的了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去到哪個位呢 你不用跟隔壁人說的 你去到,對不起 二十五歲,有人可能 二十五歲左右 還在十二點 不過問題是 你怎樣用那些時間 如果你去到四十歲 即是已經三點了 四十五歲就四點了 五十歲就已經五點了 如果你差不多五十歲就已經五點了 那你如果那天去到五點呢 那你已經說 這些我可以傳給你的 其實這個我做了做一個JPG 一個圖來的 我可以這樣一傳就傳到 因為有些圖我覺得幾好 我做了做JPG 可以將來再重用 就是原來我們這樣計算時間的時候 我們真的需要神給我們的智慧的心 真的有很多人 即是我們 我想一下我們的年齡 有些是 我想在 有二十幾歲的 有三十幾歲的 都有些 可能四十歲的 可能是比較多些 四十幾 將近五十歲都有 將近五十歲 已經是五點鐘了 如果你那天已經到五點鐘 已經覺得 已經 很多時間 已經過了 差不多完 尤其 還有一些 我們更加大的 好像我自己 更加要珍惜 珍惜有愛的時間 所以 求主幫助我們計時間 這個是美國立國的時候 其中一個 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Francklin有兩個 一個是 Franklin Roosevelt 羅斯福總統 另外一個就是 立國的時候 富蘭克林 一起讀他說的話 你愛生命 若然就不要浪費生命 因為生命就是用時間造成的 富蘭克林 原來他的照片 就是在美國一百元字裡 你愛生命嗎 如果你愛 你就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生命就是用時間造的 生命每一個磚頭 就是時間 你每一個時間怎麼用 就是砌出來 如果你的時間就是看電視 手機 暗暗沉沉 講電話 發呆鬥 想起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你一砌出來 整個生命一砌出來 就是發呆鬥 不開心 煩惱 整個東西都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的生命 砌出來 每一個磚 都是你關心人 祝福人 我看重人 我想幫人 的時候 你的生命就是很寶貴 你的生命就是由這些 好的東西建立出來 大家想不想是哪樣 你不要看以往 整個忘記背後 你以往可能很多失敗 但是我們檢討以往 以往為什麼我會這麼浪費時間呢 我不是叫大家做機械人 從早到晚 我又不是叫大家做活動 整天都是做事 而是有神的同在 以往我們平衡 我們的生命 每一方面我們都需要平衡 人生有三個時段 你的時間 第一是過去 鎖住了 什麼意思 動不了 你過去 就算你3.3的時候 敬拜的時候 你怎樣敬拜 已經是鎖住了 不能回頭了 現在呢 就是一個鎖來的 這個鎖呢 開到就去將來了 就是說 現在就是鎖匙 你將過 將以往 前面應該說 前面 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是在乎你現在 怎樣用你的鎖匙 好了 當我們說現在的時候 現在就馬上過去了 所以我們不能夠停 只能夠不停使用現在 你使用現在 現在就用了 但如果你就這樣捉住 我現在的人 我捉不住 捉不到 當我們珍惜每一個現在 我們的將來 就可以成為美好 而每一個現在 是一條鎖匙來的 這個鎖匙可以進入兩個領域 一個是新領域 一個好的領域 一個是什麼領域呢 浪費敗壞 他是一個鎖匙 不過有些人真的進入浪費敗壞 他是浪費了他的時間 以及在聚中 於是他的生命敗壞 但也有些人進入新的領域 每年更加提升 有些人你認識他 十年如一日 以前是這麼偶道 現在也是這麼偶鬥 以前這麼不開心 現在也是這麼不開心 但有些人你認識他 已經過了一年 智慧了 說笑話不同了 思想不同了 每一樣提升 我希望大家馬上說 我可以的 不要說我不行 有些人就馬上說不行 但其實我們可以的 所以希望大家看 現在是多麼重要 現在就是一條鎖匙 讓我們能夠進入 將來一個新的領域 歷生大家聽過 Thomas Edison 他是很珍惜時間 他曾經在火車站賣報紙 那時候火車不太現在 香港三分鐘一班 那時候很久才一班 火車未來 他走到圖書館那裡 他就是這麼有心 他發明了多少 他有1093個美國專利權 有1300個外國專利權 其中有些很出名的 電燈膽 可以說是很大的發明 因為他發現 那些電通的金屬線 那些金屬線會發光 因為那時候他們只是用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用油燈 用其他的火水燈 之類的蠟燭 但是他就去想 可以用金屬線 但是金屬線在空 一燒就馬上沒有了 那他就想到用真空 那其實燈膽裡面不是真空 他又放一些 即是沒有什麼反應的氣體 那然後呢 哪一種金屬呢 他逐樣試 最後他試到燈膽 燈膽 燈膽 他就發現燈膽 他就是這樣 他每一個發明都是很用心的 但電話其實不是他一個人發明的 是有另一個 叫Bell的人 他兩個人一起 他一人發明一部份 這個是流星機 就是把這個聲音錄下 他就好像錄下第一句 Merry has a little lamb 他試到成功到 怎樣可以 後來就變成一些這樣的流星機 還有呢 他發明這個 攝錄機 最簡單 但當時 就不是 沒得頭拍的 要找個機器看的 他就會 將一些動作 拍了之後 他用一些菲林 怎樣連續的拍 拍完之後 就在一個小小的機器那裡 可以看 他第一 就是一套人打黑癡的電影 就是一個人打黑癡的電影 把他拍了 然後很多人走去看 很多人走去看 就是他就是 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他會覺得有個需要 他就會去想 怎樣去做 就是 他是很善用時間 當然這個是在屬世上的 但是 的而且他是善用他的時間 他就說什麼呢 我一起讀一下 天才是1%靈感 99%努力 天才不只是靈感 是有99%努力的 這裡有個這樣的圖 這個圖就是 這個瓶裝了石頭 滿不滿呢 我想問大家 如果裝石頭會滿嗎 滿了 裝石頭已經滿了 你可以再裝石頭下去嗎 不裝得 不過還可以裝什麼 可以裝沙 可以裝沙 有些人這樣去解釋 他說你人生中有些重要的事 就是人生的目標 發揮生命 譬如標圖來說 祈禱事奉 關愛人 這些是重要的 有些生活和事務 有很多事情 上班 生活細節 家務 洗衣服 看手機 我們都要看手機 不過看你怎樣看法 但是有些人 他一早把那個 那個瓶全都裝了 沙 他還可以裝到石頭嗎 裝不到 有很多人 每天就是 上班 下班 看電視 收拾東西 沒有時間 因為他沒有一個目標 其實呢 這個就是 Urgent 和Important 有些是Urgent的 你眼前 有些人做一些不Urgent的事 例如看手機 是不Urgent的 有些人要Urgent 吃飯是Urgent 一定要吃的 但是呢 緊急 和重要 很多人就是做緊急和不緊急的事 但重要的事 反而他沒什麼做的 重要的事 是我們生命已經提升 但有些人 他永遠都找不到時間做這些事 他永遠沒有辦法提升 因為他永遠都停留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問問大家 到底你是經常被這些沙 塞住你的生命 你整個生命就是滿了這些東西 因為你會想一下 我人生有什麼更重要的目的 不只是被現今的事 卡住 那也都 有另一個意思 就是我們善用時間 這些石頭 有另一個意思 這些石頭代表你每天要做的事 這些沙 就是代表你在中間可以填補的事 中間有很多時間 我們可以填補 可以做不同有意義的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在習慣 無論做什麼都經常去讚美神 一路感謝神 和處理生命 生命有什麼不好的事 一路祈禱又處理 讓自己的心完全輕散 我們可以學一心多用 一邊等車 一邊拆牙洗醋 煮飯 一邊幫助人的時候 可以做什麼呢 有三種的祈禱 親近神的討告就是 恩典的祈禱 神在愛我的 多謝耶穌 我又敬拜神 和互動的討告 互動的討告 我真的發覺是很好的 互動的討告經常說 我一愛神 神就很歡喜了 於是有力量 就知道我祈禱不是白費的 一幫人 神現在很歡喜了 我這樣幫人 神是恩 是珍惜的 神是紀念的 每一次我們服侍隊 或者任何的基督徒在這裡 你幫人 你一直告訴自己 現在神很歡喜了 這個不是叫和 而是真是聖經話 神是歡喜我們事奉 你更加有動力 我幫多些人 因為神是歡喜 所以在很多時間 都可以同時做這些的祈禱 另外 這是進一步 有些人要用腦 譬如我現在講到 我都一直想著耶穌 這樣 這是能夠隨時 這是需要時間學習的 但有些時間 肯定大家可以做到 就是等車 擦牙、洗澡、洗澡 你洗澡不洗澡做什麼呢 讚美神就好了 好了 怎樣處理浪費時間的習慣 上網的習慣 TV的人呢 其實是用德性五目曲 我們一起讀黃色字眼 留意破壞性 聖經處理 親近神 選擇信服 只是一樣的 我留意我現在浪費時間 我留意 我深信有破壞性的 我會破壞我生命 我用聖經處理 聖經說什麼呢 我愛惜光陰 我親近神 選擇信服 好了 我選擇不看這個電視劇 我發覺電視劇 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你一看那個片頭 他的片頭是一定吸引你的 你一看 嘩 很想看下去 有些東西很吸引 然後呢 他到第一集的尾之前 他就會有一些 你認為很不公平的東西 很不對的東西 很不應該這樣 我很想看下一集是怎樣的 他一定會令到你的心 很急 很想知道下一集是怎樣的 所以吸引你看下一集 所以一看下去 你是很難停的 就是我看很久之前 我已經發覺這些人 一看是很難停 如果你已經是 譬如買了以前的錄影帶 或者現在下載 你是會看完一集一集 你可以一天看 不知道幾集 看二十集都未定的 一天看二十個小時 看二十集都未定的 那就是他用的時間 我們就留意到 我們就停止了 我不進去 一進去 就沒有水回來的了 那有什麼動力呢 有動力去跟從神 一起讀一下 神極愛我 要珍惜自己 犯罪必破壞 遵從必蒙福 這四點我希望大家記得 我們有什麼動力去走神的路呢 第一 神很愛我 神很寶貴 神越珍惜 神是最好的 全世界最好的 沒有一個好得一個神的 第二 我們都是很寶貴的 我生命都好保 我不會浪費一條生命 第三 犯罪一定會破壞 一定是整個生命不要吵架、煩惱 一定是不好的 又遵從神一定蒙福 當我在神裡面有喜樂 我有一家人都是親近神的 我教會是建立的 有一天我們就會在神面前 神是永遠賞賜的 神用時間在我們身上 我們要不要用時間在神身上 真是用時間在我們身上 建立我們一世人 但是很多人一世人 沒有想到怎樣用時間 我們先講了第一的方法 就是欣典的討告、敬拜和互動 經常都說我正在做的神是歡喜的 還有細心讀聖經 這是我將我一本的聖經 我怎樣記錄 又在這裡寫一些細字 我用好時間去分析 有些在這裡我查了希臘文 我就寫在這裡 這就是我們用心去研究 細心讀聖經 用心信和應用 當你細心讀 你有否留意我上幾個禮拜 讀羅馬斯第八章 是否深刻印象了 就是深刻讀和記住的時候 還有我們今天講的經文 大家都看過 愛色光陰 因為這個世代邪惡 要不要做糊塗人 因為這個世代 而是明白主的旨意 這些經文我們看過 我明白 但當我發掘神的屬性的時候 原來神是這麼體重時間 神會這麼珍惜時間 善用時間 而我們人是多麼糊塗 多麼容易浪費時間 當我們珍惜的時候 神已經這麼珍惜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時間 我們就學習我們珍惜了 所以這個是需要我們建立的 這裏是一個圖 就是說幾樣東西我們做的 這個首先紅色框 就是同神關係 討告親近神 和看聖經 這個是同神關係的 跟著就是我們的生命 發揮去祝福人 關心人 傳福音 去輔導人 建立教會 這個教堂 很多人都會建立 這幅圖很特別 就是建立教會 就是建立教會 代表這個意思 下面就是 我們都要做的事 還有其他的事 就是讚美粗 代表運動 你都可以運動的時候 一邊讚美一種運動 都是需要的 就是保持身體健康 家庭都需要建立快樂 好的關係 就是用時間在家人身上 和我們的朋友身上 還有家務都是要做的 不過你做的時候 怎樣做法 怎樣珍惜我們有的一切 所以這個是一個整體的圖 就是我們和神關係 和人怎樣去處理 我們怎樣去侍奉 怎樣去祝福別人 亦都是我們做 我們日常需要做的事 而我們做的事 這裡有個長群 代表什麼呢 跟著我們的 啟示六十四章十三節 他們認識了自己的龍虎 作弓的果效 也傳遇他們 原來 我們所有的侍奉 跟著我們的 就好像這條長群一樣 一路跟著我們 一路在永恆的 你今天幫個人 永永遠遠 那樣東西 在你生命之中 神有什麼屬性呢 一起讀 神紀念我們的師父 神要師父的果效永存 神紀念和永存 所以我們怎樣做 一起讀 珍惜任何師父的機會 不介意辛苦或被人抗拒 就是珍惜有的機會 還有有辛苦也不要緊 被人抗拒也不要緊 但有很多人 為什麼逃避審判 不珍惜時貌 就浪費生命 亦都放棄時貌的機會 我希望大家 都每一個都進入 進入這個神的計劃 神用時間 我們獻給神的時間 就好像錢鞭 不過現在很少用這些錢鞭 不過這個代表 時間用 在神身就好像存錢 存下存下 你一生就存了很多好東西 是不是都很重要的時間 但很多人就是時間浪費 一起起來祈禱 求主幫我們珍惜我們有的時間 認識了 學師是不是認識了 不認識 我們去反思一下 我們自己反思一下 我們怎麼用時間呢 我們用了多少時間 在發牛鬥啊 煩惱啊 猛症啊 奴徒啊 想人的不好啊 看電視啊 洗手機啊 用了多少時間 我們怎麼可以減少這些時間呢 所以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賜給我們一生的時間 你都賜給我們 永恆在天上的時間 都是非常之寶貴 尤其我們今世的時間 是在永恆中 都是有很大的分別 我們現在 所有為神而做的 是永存的 求主幫助我們珍惜有的時間 我們首先反省 我們有浪費時間的方式 我們發牛鬥啊 想起一些不好的東西啊 我們看電視啊 看手機啊 到底用了多少時間呢 求主幫助我們看到 我們每一樣東西所學的 我們看聖經 我們研究聖經 我們查考聖經 我們去 怎樣去幫助人 我們怎樣去傳人福音 建立教會 這些是神永存 永遠紀念 永遠賞賜的 我們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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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被援